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三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河赛 举办了新品发布会 推出了Galaxy S24系列手机 发布会上终究是官方在说 具体手机如何 还需要实测 在这系列中 用户最关心的机型就是Galaxy S24 Ultra 可以说这就是安卓机皇的代表 除了一些续航 储存速度的实测对比数据 还有Galaxy S24 Ultra的定制款 和Tiger一起看一下吧 奢侈品牌KVRE定制苹果 和三星高端电子设备文明 近日在其官网上推出了全新系列 三星Galaxy S24 Ultra 龙腾时代OF Dragon 该系列旨在致敬三星 在科技领域的领军地位 以龙为主题 预计强大与尊贵 龙腾时代系列中最引人瞩目的 当属三星S24 Ultra 用机型售价高达1万5千美元 其巧妙地将奢华与科技融为一体 钛合金机身搭配黑色PVD涂层 让人联想到高端瑞士万表 最令人惊艳地莫过于它的装饰元素 一支24K金韩国龙腹雕 象征着三星的权力和声望 以及一支CVR-LT 3350E 驼飞轮 这是精密的手动上脸机芯 拥有19颗宝石 驼飞轮每分钟旋转一圈 为手机增添了精致制表工艺的魅力 出龙图案外 手机背部还镶嵌的三颗钻石星星 致敬三星的原始标志 太合金PVD图层上 发廊彩绘的十二星座 则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与三星的全球化战略相呼应 龙腾时代 系列还包含了 镶嵌十二星座图案的机型 其售价为九千美元 这些机型同样秉承了 东西方元素融合及星星象征主题 该系列限量发售 旗舰拥机型仅限24部 包含白羊座 双鱼座 水瓶座和金牛座在内的十二星座机型 则够99部 三星Galaxy S24 Ultra手机的发布会 主要提及了钛金属 AI等诸多亮点 但网友发现这款新机的防反光效果非常好 对此 三星官方进行了详解 三星显示透露 Galaxy S24 Ultra拥有2600尼特屏幕亮度 是Galaxy S系列中屏幕最亮的手机 由于采用了视觉增强器技术 Vigen Boost 即使在强烈的阳光下 也无需担心屏幕反光 户外可视性和内在品质 都得到了完美的提升 据介绍 Galaxy S24 Ultra的前置显示屏 搭载的康宁大行星玻璃 Korlin IT-Goyle IT-S 与普通玻璃相比 能将光线反射降低至最大约75% 无论在任何照明环境下 都能提供稳定的屏幕显示 此外 Galaxy S24系列 都配备了三星显示最新的手机要来的屏 比之前的型号更薄 且性能更优秀 全系能够根据内容自动调节 1-120Hz的刷新率 更加节能高效 Full Screen IODOV3D Support 全屏息屏显示自动调节屏幕亮度 最大限度减少能耗 并通过全屏锁屏显示获取更多信息 目前 三星Galaxy S24系列手机 大陆先行者价格已经公布 标准版售价5999元起 Plus版售价7499元起 Ultra版售价10199元起 1月26日起陆续送达 三星Galaxy S24 Ultra 能有如此强的光线反射能力 有一部分原因在反光涂层上 其防反光涂层技术 并未出现在官方宣传材料中 然而测试显示 这个被低调隐藏的技术 让三星旗舰新机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连同样采用钛金属机身的iPhone 15 Pro Max 也黯然失色 科技媒体TechDreader进行了一系列对比测试 将各款主流智能手机 与Galaxy S24 Ultra并排摆放 屏幕差异一目了然 三星Galaxy S24 Ultra屏幕几乎没有反光 而其他手机则在强光下显得如镜面般刺眼 另一项测试中 当两款手机均开启吸屏显示时 Galaxy S24 Ultra的显示效果也明显更胜一筹 遗憾的是 这个防反光涂层并没有出现在 相对便宜的Galaxy S24和Galaxy S24 PAS上暗示着这项防反光涂层 或许成本不菲 不过 三星也许是故意将这一功能 作为Galaxy S24 Ultra的独占卖点 通过用户间的口碑传播来凸显其优势 无需大张旗鼓的市场营销 不可否认 这项看似低调的技术 能给用户在强光下观看屏幕时带来极大便利 却往往被人们忽视 有网友指出 没有Galaxy S24 Ultra的用户 可以购买第三方防反光屏幕保护膜 但这无疑是一种无奈之举 对于售价高昂的旗舰手机来说 本就不应该让用户为了基本的使用体验 而进行额外的花费 希望其他手机厂商也能效仿三星 将防反光涂层作为旗舰手机的标准配置 三星Galaxy S24 Ultra和苹果iPhone15 Pro Max 使用了不同标准的内部存储 三星旗舰采用UFS技术 而苹果则在其所有设备中使用统存储 虽然两者都提供快速读写速度 但在最新基准测试中 Galaxy S24 Ultra已高达75%的速度优势 更胜一筹 同时延迟也更低 在Jazz Design Bench测试中 Galaxy S24 Ultra的顺序读取速度高达 2547兆每秒 比iPhone15 Pro Max的1450兆每秒 足足高出了75% 在写入速度测试中 差距没有那么大 Galaxy S24 Ultra的1442兆每秒 只比iPhone15 Pro Max的1257兆每秒 快了15%左右 三星一直在其高端智能手机中 使用更快的闪存芯片 因此Galaxy S24 Ultra胜出并不令人意外 在4K随机读写测试中 也有着类似的结果 衡量手机或电脑性能 光看读写速度还不够 延迟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在这方面Galaxy S24 Ultra再次拔的头筹 拥有比iPhone15 Pro Max更低的延迟 简单来说 延迟越低 读取特定数据的速度就越快 理论上 这也就意味着 Galaxy S24 Ultra也可以更快地打开应用程序 当然这也取决于三星王UI软件的优化程度 Tiger注意到 该测试使用的都是256GB存储的版本 如果采用更高容量的版本 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科技频道GX2最新进行的一场手机续航测试中 三星Galaxy S24 Ultra Pixel 8 Pro iPhone15 Pro Max 以及上一代王者S23 Ultra展开了一场对决 结果三星S24 Ultra脱颖而出 击败了iPhone15 Pro Max Pixel 8 Pro以及自家前辈S23 Ultra 依据登顶续航网组 测试涵盖了多种应用 包括YouTube和Facebook 以及S4 把等高要求游戏和3D MI2K基准测试 结果显示 尽管都配备了5000毫安时电池 S24 Ultra的续航时间 却大幅超越了S23 Ultra 达到了惊人的11小时 相比之下 S23 Ultra只有8小时10分钟 这一显著提升要归功于 S24 Ultra强大的芯片和软件优化 彰显了三星在提升手机效率方面的努力 iPhone15 Pro Max 虽电池容量稍小 仅为4422毫安时 但凭借出色的优化 依然取得了10小时20分钟的续航成绩 仅落后S24 Ultra 6% 这表明 iPhone在电池效率方面 依然可圈可点 Tiger注意到 Pixel 8 Pro虽然排名垫点 但续航也达到了10小时 与iPhone15 Pro Max不相上下 值得一提的是 三款旗舰机相比各自的前辈 都取得了明显的续航提升 在日常使用中 用户几乎难以察觉实际续航的差异 测试虽然并未深入探讨电池健康状况 屏幕分辨率或刷新率等影响续航的重要因素 但证明了三款旗舰机都拥有令人满意的续航能力 对续航有较高要求的用户 可以放心选择其中任何一款手机 不必为续航问题而烦恼 你觉得三星Galaxy S24奥彻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